就是随着这种赛季的 打了这么多场 不断调整 对 慢慢提高 感觉点 对球背的不好 目前连续加速 再来 物欲一个人打一个队 即将到来世界杯第二窗口期的比赛 是 国家队球员 经过这个蓝队红队历练 感觉没有像这个外援所影响这么大 转换再来 暂停点个白叫 真快 无前这个突破 保抖F4 我拿下 这是这篮筐的保护 连续自己来了 但是现在由于在身体对抗上比较差 这个后场篮板球可能更加需要后卫和侧翼球员的顶抢 而且非常有拼劲 别看年轻 非常敢打一些 这种不服输的精神 我觉得是年轻人的 这个 值得表扬的 裁判间对于无球犯规的吹发还是挺严格的 而且乔龙生啊 得警告一下 这就是你 再说话 我就要给你踢了 说这个就是 无前是抓着他的胳膊了 看到有球迷问浙江队是不是还是单位员啊 新签下的奥努阿库呢 目前还没就位 手续还在走流程 预计呢 会在打4串队 就是倒数第二轮比赛的时候 嗯 能够跟上 那么是侧翼根拔松轻效 就是单在圆的情况下 两防三 对 五前 好球 这桑尼就没有优势了 两米出头的个子 这浙江队的好球 高抛正面打板 刘泽义 嗯 打了 五前 陈大鱼 长两分 漂亮 真是稳定 这边就是 还是 打得比较 你看 就是打得 反而近了 打得比较简单一些 我的意思 球员啊 拿到篮板之后 你不要把球放开 你得举起来 哎 陈金鞠 这个莫名其妙失误 虽然犯规 双方都是没能把握住机会 浙江这边是没把握住机会追上 嗯 这边广州呢 也没把握住机会拉开 错进错出啊 这个比分还是咬的比较接近 对 跳了 哎 五前 哎 哎呦 这一会儿什么失误太多了 两边 你来过啊 但是浙江队这个失误 打得很乱啊 都直接被广州队转化成得分了 这就有点致命 锁定腾讯体育啊 在北京水平天上午 对 这每个人最热闹的一天 加强了对威姆斯的防守 顶着头 哇 威姆斯 威姆斯今天犹如神助啊 球领人 哎 张晋鹏 这一处没接好 比我多两秒 平均 哎 也是逼着他出球 篮下 篮板球保护得不错 二打一 弄带鹏 飘 赢着平均 平均 转身突破 飘 进了 这个时候陈英俊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 对 陈英俊还不错的啊 这个保岛的球员 得分能力非常 能力非常好 在没受伤之前 也是国内球员 广州国内球员得分最高的 预决非常好看 目前 三分球 哎呦 这种险戏三加一啊 游江队更多机会 也是出在内线 对 出手机遇不是那么多 打球够稳 再来 这样调高处了 弧线 篮板球 哎 七尺长连内线被陈英俊 陈英俊怎么突然跑 跑篮下抢篮板 对啊 谁来挡他 张大宇 累 这是一愣神的功夫 发现陈英俊已经杀到自己面前 对 这个球应该是 这球也够选的 哎 吴钱 第六次 完了 这回下去了 这回应该是吴钱 有点太积极了 吴钱这个球啊 没收入 这个球啊 这个关键时刻 看似是一个二分之一球 其实 吴钱啊 这个时候想收的时候已经收不住了 确实是犯规 但是 没办法 运气差了点 最后一次犯规啊 用这样的方式离场多少有点遗憾 摔倒了 复格 向头 哎 往来捧啊 啊